我们一心 就住在阿弥陀佛上 没有分别 没有职责 没有简单 日常生活当中 依着经典的教导 我们今天归纳五个科目 日常生活决定不违背这五科 第一个科目 静夜三复 第二个科目 六合静 要真干嘛 别人跟我不和 我跟他要 我们过人走过人的路 他跟我不和 他要走六道 我要跟他和 我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过人走过人的路 我能帮他 我尽量帮他 实在帮不了 也不能受他的侵蕾 他堕三途 我不能跟他去 所以自己应当要晓得 他拼命往三途钻 拉都拉不回来 算了不拉他吧 让他去吧 这不是不慈悲 不让他去什么 自己就被他拉进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放手 等他什么时候 回头了 再去堵探 帮助一个人 绝对不是在一生一世 深深逝逝 什么时候 他想回头 那个时候 你就帮他 积缘成熟 不想回头的时候 祝福菩萨都帮不上忙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这也是经上 佛常常说的 先度自己 自己不能度 不能得度 要想度别人 无由是处 第三个科目 三学 戒定会三学 三学 无量寿经上 几句话 讲得非常具体 善呼三叶 戒学 观法如画 慧修 三美长吉 定修 这个开始 非常精彩 下面一个科目 六波浪 最后一个科目 普贤 菩萨 十遍 我们生活 工作 除世代人 借物 遵守这五个科目 这是菩萨道 别人不走 我走 我知道 这是菩萨大道 我们要把心 住在这个道上 这是菩萨道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自利 自利跟利他是同时的 自利就是利他 利他就是自利 念念不舍 阿弥陀佛 我来自利 你 不走 我来自利 我来自利 在这一位置 你 是 我来自利 我来自利